HELLO 歡迎來到Chipway這個頻道 我是你的主持人 希臣 今集我們會講DC的Heroes 而這隻Heroes就是Batman 其實Batman這個角色最初出現的時候 是在1938年的時候 而這個角色出現的原因 是因為DC那時看到超人這麼紅熱的時候 他就出現了一個創造Batman這個角色 其實Batman這個角色一直以來的發展 由漫畫到現在電影 電影又不同系列的電影 其實他當中有很多不同的趣事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套Batman電影是由1989年 由Michael Caton去飾演的Batman 但其實在這套電影裡面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故事 就是Michael Caton是一個有幽閉恐懼症的患者 所以當他飾演Batman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他有說過當他凹起了頭痛 他聽不到外界的聲音 同時亦都是因為他這個病症 所以他會覺得焦慮 覺得有壓力 但是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認為這樣可以令他更加進入到 Ruze Rain的這個角色 而在這套電影裡面 Michael Caton這個角色 其實他是很有爭議的 因為在當年 其實Michael Caton是一個飾演喜劇的演員 所以當他一接到蝙蝠俠的角色的時候 外界就認為他不適合 因為他覺得Batman的角色 是一個黑暗片重一點的Hero 所以就不覺得是一個喜劇演員可以做的角色 而其實在1989年推出第一部蝙蝠俠電影的時候 但是蝙蝠俠在DC出現了50周年 也是當年最高票行的一套電影之一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下集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講一些Batman小為人知的故事 下集見 拜拜